进囊 纵横历史 听故事悠扬 蜀汉部 宋秦皇 以时为尽 读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 星夜把酒 热闹里面听门道 读时有学问 让我们慢慢和您聊 纷纷五代乱世间 谈唐末世 永封烟 风云障下 齐人带 思言贩子 闹江山 李存旭出为忠心之主 得到中原后却不思进取 石敬唐甘作儿皇帝 落得千古骂名 更有周世宗才荣 少见的明君 却只做了五年皇帝 让后世人恶外叹息 敬请收听 读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风云录 五代篇 上下五千年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录 五代篇后唐中兴 话说在五代十国后期 周世宗柴荣 胸怀大志 决心统一中国 当然他也有这个实力 但周世宗之前 还有一个统治者 也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 这就是后唐庄宗 李存旭 李存旭 在唐西宗光起 元年十月 出生在太原 当然按照规矩 后世世家开始吹牛 说曹夫人 即将生李存旭的时候 长梦神人 黑衣雍善 家世左右 宰旦之臣 子气 出于窗户 所有的帝王出生的时候 全都这样 有着各种各样 所谓神奇的天象 或者意象 貌似神奇玄傲 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实在是无聊透了 唐大顺元年 河东军打败行州的孟方历 还施河东 路过路州境内的三锤岗 李克用大志酒会 让灵人奏唱百年歌 因创燃而感伤 李克用 因为吕被朱温压制 神色其哀 众人也陪着愁眉苦脸 而此时的李存旭 只有五岁 李克用极其疼爱此子 指着李存旭对大家说 此五家齐而已 二十年后 他必能为朱三进敌 曹操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遇上名是徐子江 徐子江认定曹操是个智氏之能臣 乱氏之奸雄 和曹操一样 李存旭也遇过一个伯乐 而这个人正是前面提到过的 唐昭宗李业 有一次 李存旭跟着老爹李克用 去拜见唐昭宗 昭宗一见李存旭 大惊失色 说道 这个小家伙 长得与众不同 李亚子 这个品牌商标的持有人 正是唐昭宗 昭宗说过 此子可呀其父 所以是称李存旭为李亚子 李存旭的军事天才 毋庸置疑 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 曾经评价李存旭 以雄徒而起和分 以栗战而平边落 家仇济雪 国作忠心 随少康之死下配天 光武之鹰 徒受命 以无以家也 但同时李存旭 在达到人生高潮的时候 却突然从军事天才 变成了政治弱智 望至暮之艰难 寻色秦之荒乐 外则灵人乱正 内则聘机私沉 尽令祸财 及六师之奋愿 征搜兴富 劫万幸之之稿 结果国王身死 为天下效 以李存旭的军事天才 只要他哪怕有周世宗 柴容一半的正式才能 都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 毕竟当时的统一形式比较明朗 天下十分 李存旭至少占得六分 而且剩下的只有五六个割据小政权 实力较弱 如果李存旭能 奸弱功妹 用不了几年 天下就可统一 果真如此 那我们就无从寻觅一代圣主柴容的英雄世纪 而被部下逼迫当皇帝的赵匡印更会落得轻视无名 最多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固执堆中寻到某某节度使赵匡印的名字 但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梁开平二年正月 晋王李克用病死太原公 年五十三岁 李克用和老对头朱温 斗了几十年 没有分出胜负 中李克用之事 朱温死死压制住了河东 让李克用一辈子都没有翻过身来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李存旭在陵前继位晋王 十年二十四岁 李存旭刚刚继位不久 他愚情不服 便提出要把晋王的位子让给叔父李克宁 李克宁又不笨 知道侄儿要他配合演唱戏 自然演得就跟真事一般 他推辞掉了李存旭的好意 可还没有等李存旭奖赏叔父演戏不错的时候 李克宁在多嘴婆妻子孟氏和李存浩的聊拨之下 竟然想假戏真做 把李存旭的人头当成送给朱温的见面礼 然后他当晋王 并愿做梁朝的附庸 所幸李存旭是提前获知了这个消息 并且在太监张成业的帮助下 依据拿下了李克宁 说起这个太监张成业 很有传奇色彩 他本在唐公用事 后来跟随了李克用 经常提出一些正确的建议 李克用也从来不拿他当太监使唤 所以后来李存旭对他也非常敬重 大小事情一体滋问 足见张成业在晋阳的地位 李存旭出力不久 虽然也取得过三锤钢 博香之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 但是毕竟他的威信还不足以服众望 必须消灭一个劲敌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父亲打下的老板总有吃完的时候 吃别人的不如吃自己的叔父 李克用死前曾一塌三室 其中一室便是指幽州的刘守光 而且相对朱温来说 刘守光实力较弱 但是资源丰富 地方两千里代价三十万 正是怀弊齐碎 如果能把幽州拿下来 不仅能够数微 而且能够扩大自己的战略外围 我们回来说刘守光 他的野心比李存旭还大 不仅想扩大地盘 还想当皇帝 梁钱华元年八月 刘守光在幽州继位 国号大烟 年号应天 按照常理说 儿子当皇帝 老子应该做太上皇 比如说刘邦的老爹刘太公 可是刘守光人家不一样 因为早就把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软禁了起来 所以自己当皇帝 老子刘仁公 照样当俘虏 李存旭得到消息 大笑数声 此等奴才也敢做皇帝 为了培养刘守光的优越感 李存旭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去通使幽州 自然用灵帮之力 刘守光却比李承勋以臣礼相见 李承勋是河东大军的人 凭什么给你称臣呢 李承勋不给刘守光面子 刘守光非常光火 把李承勋给关了起来 几天之后再问李承勋 成不称臣 李承勋想 阎王如果能打败河东 那我就向大王称臣 如果不能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刘守光气得冒火 但又却无言以对 刘守光可能是被皇帝的光环照晕了 也可能是身边小人宁臣太多 只会阿谀奉承 刘守光决定讨伐李存旭 同年十一月 燕军攻议武军 议武军节度使王储职向太原告急 李存旭大喜 正等着机会收拾你呢 自己找上了门来 这下 师储有名义 梁前化二年 李存旭 前镇武节度使周德威 经飞湖东进 王荣王储直部 出齐沟 讨伐刘守光 河东军在一水会合镇州军 定州军 三镇联兵 直取齐高官 也就是今天 着陷西南 无日记下 然后合围 卓州 刘守光的马仔 卓州次使刘之温 是个精明人 不想为刘守光送死 他开门投降 此时大梁皇帝 这次大梁皇帝朱温 接到刘守光的鸡毛信 为了不让李存旭少年得志 朱温 朱温以六十岁高龄之身 亲率大军来攻镇州 以缓解刘守光的魅军 三月间 梁军攻早强 负责攻城的是梁朝大将军 杨师后 早强的攻势非常强大 梁军狂攻数日 以非常大的代价才攻下 随后梁军略作休整 就开始攻赵州 赵州驻守的河东大将李存神 觉得朱温人以老迈 专门吓唬朱温 捕杀梁军外出打柴的军兵数百 并把几个幸运儿的手臂砍去 放回到梁营告诉朱温 晋王不日 急率雄师来找朱皇帝 较量较量 李存神和史剑堂等将军 飘起千鱼穿上梁军服号 趁夜色混入梁军大营 一边放火 一边大汗 还一边乱剑骑射 把梁营弄得是鸡飞狗跳猫上吊 前次被砍去手臂的梁军见状 真以为李存旭来了 跟着捣乱 晋王真质疑 直接导致了梁国的军队军勋大乱 朱温接连损失树阵 他也真是年纪大 竟然有些打出 三思之后 率军连夜逃去 朱温漏屋偏逢连夜雨 自己败阵逃命不说 结果还走迷了路 多跑了一百多里 这才狼狈回去 朱温派探子打听进军的情况 回来报告说 不是李存旭 而是史建堂的几百油骑兵 几百人就能下炮数万两军 朱温这个恼怒啊 大骗子 又羞又愧 他得了重病 不久就回到东都 四月 李存旭打退了朱温的支援 对幽州是志在必得 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说 还再派李存审 率徒谷魂等部骑兵 增援周德威 同时命李四元出偏师攻南路 李四元攻下 迎周等城 对刘首光实行战略性合围 周德威部继续挺进 行至龙头刚 其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房山西表 遇上了燕军大将 善庭龟 善庭龟是刘首光手下的头号大将 实力不凡 和刘首光吹牛说 自己一个人就能挑了李存旭的何东军 现在两军列阵开战 善庭龟果然像自己说的那样 匹马纵入阵中 只身来捉周德威 周德威也不甘示弱 出队来战 善庭龟拧枪朝周德威辩刺 周德威侧身躲过 正在大家认为这是一场大战的时候 周德威挥手一个大铁锤就把善庭龟砸于马下 亏着善庭龟也命应 总算没让人一锤当场给砸死 不过立刻就被何东军升服了 悬于军前 燕军看到主将被生擒 慌乱逃走 何东军趁势追杀 连斩三千多人 何东军在这边作战 南边就传来了让何东人极为振奋的消息 梁朝隐王朱有归 纵期与朱温乱伦 因没有得到四军的位子 在洛阳发动兵变 杀死朱温 随后朱有归继位 何东军现在管不到中原 任由朱家上演伦理爱情悲剧 他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留守光 梁情话三年正月 何东军周德威部攻下顺州 李存审部攻下潭州 形势越发对何东有利 不过此时 辩梁形势有变 梁情话三年二月 朱温的外甥左龙武统军 袁相仙等人率进军 攻入了宫中 朱有归畏罪自裁 袁相仙派朱温的女婿赵炎 奉国宝去汴梁 请朱有贞赴洛阳继位 朱有贞不想去洛阳 他以朱有贞赴书告诉袁相仙等人 太祖皇帝创业于东京 天下尽忠之地 北平河东东离淮海 而且东京地尽大藩 万一有变 可以就尽处置 朱有贞留在东京的理由固然很充分 但是主要的原因 还是自己在汴梁经营多年 有雄厚的人脉关系 何必再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洛阳 重新开始呢 梁钱化三年二月 朱有贞在汴梁继皇帝位 废去朱有归的凤历年号 仍然沿用了太祖皇帝的钱化年号 随后不久 朱有贞改名为皇 后来又改为朱贞 不过为了行文统一 我们还是称为朱有贞 朱家这次内乱 功劳最大的是杨师后 所以朱有贞对他极为尊重 当然作为此时 梁朝最有名望的上将军 杨师后对朱有贞的意义 也不言而喻 只要杨师后在 就足以对付河东的李存旭 南边的朱家梁朝在平定内乱 北边的李存旭则继续开疆拓土 三月 河东军李四元部出攻五州 逼降五州刺事高行归 刘首光大将袁行青 听说高行归如此不中用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叛徒 集合人马前来攻击高行归 高行归属于胆小怕失的一类 谁打过来都害怕 急忙派弟弟高行周 去向李四元求救 李四元可是猛人 立刻出兵和高行归追着袁行青打 两军一共打了八场大战 最后把前来建招的袁行青 打成了光棍 只好屈膝请降 各路燕国文武见大势已去 纷纷投降 刘首光的两千里国境 只剩下了一个幽州城 四月 河东军攻到幽州城下 刘首光再没有优越感了 只有强烈的恐惧 他忙向梁朝求救 而这个时候 正是朱有归和朱有贞兄弟 内讧的关键时刻 哪有功夫去搭理什么刘首光啊 出兵救援的事情 自然是泥牛入海 刘首光只好诱求契丹主 耶律阿宝基 阿宝基同样没有理他 刘首光知道要完蛋了 想向周德威请和 现在刘首光只有幽州 没有本钱与河东求和 要知道和平不是求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打不过别人你能怪谁呢 周德威大笑不许 打烟皇帝还没有柴了几天 怎么成了软蛋呢 我只奉命灭烟 不奉命言和 刘首光 刘首光脸皮很厚 求一次不行 那就再求 打仗打到一半变成 启和的外交会晤了 十分的滑稽 后来周德威实在是躲不过去 只好把此事报给了李存勖 这边两朝总算政权逐渐稳定 朱有贞 搞掉朱有龟顺利继位 按照老规矩 先要放几把火 不然会让别人小瞧 既然李存勖 能吃 刘首光的肉 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吃 刘首光的肉呢 四月 朱有贞派 杨师后和刘首齐 率中原精锐十万 北攻郑州 名义是旧刘首光 实际上则是想灭掉王荣 对河东进行战略包围 河东方面门警 派使剑堂率五千青旗 从赵州狂奔到郑州 协助郑州军守城 杨师后率梁军主力 从功高渡过永济渠 进攻重镇苍州 横海阶渠使张万进 见梁军弃盛 不敢和杨师后玩真的 直接开门投降 虽然张万进投降梁朝 但是朱有贞 因嫌张万进 由头划面不可靠 改任张万进为平卢军阶渠使 由刘首齐为横海阶渠使 夺得了苍州 就能阻止河东势力 渗透到黄河沿岸 大大缓解了梁朝东北方的军事压力 刘首光剑大势已去 乌奈何只好向周德威投降 不过却开出了一个条件 我要亲自向晋王投降 李存旭听了这消息 当即同意 他也不想把灭烟的手工 留给周德威 梁钱化三年十一月 李存旭留下张承夜 手进阳 带着几位大将 来到了幽州城外 河东军营 李存旭很有魄力 单人匹马到了城下 对着城上发呆的刘首光大喊 刘军让我来 我便来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刘首光表达了愿意投降的意思 李存旭当然不是一个信任君子 但为了取得刘首光的信任 自然是先骗出来再说 李存旭在城下折剑为盟 告诉刘首光 只要出降 我必保你不死 不信 请示此剑 而正当此事 刘首光却做出了一个意外的抉择 这个抉择 也让五代军事天才李存旭 大持一斤 上下五千年 读时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晋 转写的五代石国风云路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吧